在嘉义有一家特别的二手书店 书店馆长因为从小家庭生活环境贫困 深刻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的真谛 于是他返回家乡 为嘉义在地清寒的孩子免费客服 这家书店是我在台北世贸担任世贸馆馆长的时候 一档国际书展 这么多人在寻求知识的互动 我看到我的家乡竟然一件事都没有 所以我在想 我要给我的家乡有一个知识互动的平台 这个平台还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让那些亲爱的孩子来储蓄他的知识资本 帮他培植学习能力 有感人力不足 馆长联合周边大学 让一对一教学得以实现 每当有心经老师来到二手书店 馆长便会开授教师职前训练 传达教学理念 期望提升教育成效 其实这群所谓学业低成就 然后又是社会弱势的孩子 是叫做所谓双低 对这群孩子 他本身是已经经过学业挫败 而且他的家庭结构 跟他的文化 对他学习是一种负面的因素 没有社会力量介入 是绝对打不成 我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认为这群孩子 一定要带上来 因此我来创办这个所谓的客服 改变成所谓的一对一家 家教的方式才会有效 变成一个大规模 馆长说我们其实不是在这里 教他们写作业 而是教他们学习 教他们学习怎么学习这件事情 就是对这些孩子来说 他们需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 叫他写作业的人 而是能够让他真正喜欢上学习 然后他会自愿 自愿想要写作业 或是他自愿想要念书 这种事情 大概是这样 馆长认为 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一个使命 而他自己的使命 便是提供这群弱势的孩子 一个翻转的机会 生命的本身 生命的意义 是要让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 在一个基础概念之下 启发出来 我是由于知识跟学习翻转命运 我要放大创新来 做这一档翻转弱势族群的命运 要永远下去做一次新传 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赢在起跑点 但对于社会上某些孩子来说 他们身边并没有足够的资源 让他们好好读书 馆长利用二手书店 为孩子们克服 期望做到用知识 拯救每一位落难的小天使 中正一报 王庭玉 黄荣 嘉义民雄报导